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館 潮潮香港六十家主南會 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回憶 將過去六十年來香港的流行文化 那種過程展示出來 很驕傲告訴大家 我是其中一位參與者 因為一路看我會 好像自己從入行開始 一路經歷到現在 經過不同的階段 都發覺有很多人的參與 一浪接一浪 包括很多方面 電視、電影、雜誌、唱片 都有人才背出 非常非常之開心 我很希望大家都來參觀一下 還有了解一下 這個東方之珠 是得來不易的 5、3、4、3、4 4、4、5、4、5 5,千萬 unatt employ 最重要的是裝備支析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比我們當時聰明更多 因為他們接收的產品很新 還有他們的競爭亦很大 因為現在的市場打開了 所以我覺得要謙虛一些 學多一些 這個展示也很值得他們看看 這個展示 了解一下你的前輩是怎樣走過來 好 謝謝大家